大家好 觀眾 早晨 歡迎收看星期六 早上天文台的天氣報告 來到星期六 我們預計今天繼續會陽光 不過天氣會比較乾燥 在這裡提醒大家 黃色火災危險警告已經是生效 表示今天火災危險性都會頗高 大家要小心防火 受到季後風的影響 我們今早天氣都有些涼涼的感覺 市區6時時大約是19度 新界再冷一些 例如在樓浮山15度 沙田和大埔分別是17度和16度 大家今早出門的時候 可能要帶回見外套 至於天氣方面 可以看看大範圍的衛星雲圖 其實華南地區都有些雲層覆蓋住 不過在我們附近 或者是廣東的東部 雲層相對是比較薄比較鬆散 所以我們預計今天的天氣情況 繼續都會是大致天晴 而且是天氣剛燥 今天最高的氣溫大約會有24度 風勢方面就吹這個和緩的冬至道東北風 不過初時離岸風勢會是清靜的 長遠一點 我們在天氣圖那裏見得到 去到下個星期的時候 華南地區甚至是南海的北部 氣壓等下線相當緊密 代表著會有股強烈的季後風補充會影響我們 屆時除了風勢會比較大之外 這股季後風的補充 亦會將中國內陸一些相當涼的氣團 帶到來沿岸地區 屆時我們的天氣會明顯是轉涼的 詳細的天氣預測是這樣的 我們預計明天星期日 天氣仍然都比較暖 最高的氣溫會有25度 不過去到星期一 天氣就會轉涼了 而去到下星期的中後期的時候 氣溫會進一步下降 早上的最低氣溫大約是13至14度左右 大家要趁這一兩天 拿好一些厚一點的冬天衣服出來 這一節的天氣報告就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看 祝大家有個愉快的周末